受到俄羅斯、烏克蘭局勢和疫情拖累 全球經濟股市近期波動非常大 港股前日更跌穿19,000點大關 是六年來收市伸低 不少股民要斬倉避險 不過昨天突然大反彈 回升近1,600點 收復20,000點大關 升勢至今日持續 重上21,000點關口 面對港股大時代 有網民在討論區發帖 感嘆自己日前輸七成分家 決定清創 再剛剛清完倉見到反彈 非常後悔,只自己頂不住 不少網民同情樓主經歷 呼籲樓主努力上班賺錢 股票不是每個人都對